25战17胜4次KO 2014年中日对抗赛 70公斤级冠军 2015年思路英雄纯态规则 KO过帕桑暖 获得过67公斤级的冠军 峨眉传奇都江江宴战 70公斤级纯态冠军 让我们掌声用起初红毛选手 来自中国的运动健儿 白沙格斗俱乐部的选手 柳雷来了 The Red Corner From China Warrior Yu Lay C Falling C Falling C Falling 好了各位 70公斤级自由博物机 金腰带的选择 马上为您送上 好了 好了 各位 七十公斤自由搏击 金腰带的选拔赛马上为您送上 担任本场比赛裁判是李柯先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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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媒传奇做自己的英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川卫视 厄媒传奇 我们现在在贵州省三都县 我是东霖 我是董江涛 11档比赛是男子七十公斤级自由搏击 州记金腰带的选拔赛 蓝芳雪是来自泰国的耀鸿坤,红芳雪是来自白虾格斗的刘雷 刘雷在上一场比赛跟中国的赵小玉两个人占了四局难解难分 最后是微弱的点数赋予了赵小玉 那么耀鸿坤也是在不久前跟中国的郭东旺有维持对决 那么当时郭东旺是利用自己的晋升的主合拳法 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今天也是同时双方在额门传体的列车上 上一场比赛都输过了 今天是两个输者之间在进行一场比赛 对是要选拔出来一个资源 刚才我们看柳雷呢 我们知道是典型的提前大把 整个组合拳组合动作比较多 而且整个的晋升啊 利用自己的肚子对于节奏的控制能力很强 是的 那么耀鸿坤呢在泰国非常出名 也是曾经打过Glow 所以今天看双方两种不同风格不好看 杨鸿坤这个直拳的速度很快啊 虽然是单击但每一击的速度和力量都很足 是的 看这种比较纯态式的打法和我们中国这种非常灵动的打法的较量 有一些差别啊 对 双方神医技间能取得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柳雷在打组合这个组合动作之间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守 因为我们知道泰国选手非常善于利用单击啊 把你的组合动作给打散了 就是一个 呃这个不算重心 而是在追击过程当中啊 柳雷的一个 呃 就是要去寻找一个重击的机会 所以呃打单击打重击 对 非常典型的态势打法 嗯 但是从身高上柳雷还是有一些优势了 啊 所以你看柳雷不但用前手刺拳啊 啊 再去找这个点 呃 柳雷就比拳手向来都是拳法比较突出 拳不单转而且是变化多样 对的 所以从防守上啊 就是应该你对你 大概就是这个 出动作之后 或者出动作之间 要防止邀红坤的这个单击啊 速度又快为了要重 给插进来 低扫 哦 飞膝 这个膝盖挡住了 拳手 拳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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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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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exactly how we rollin every hug and every block no matter how police patrolling and we do it how we do it whether it's now or it's later and we always handle make this cause we bout getting this paper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as we walk through every gutter every hood and every street and every block we got it covered throwing money while we in the club with shorties on the polis get it popping in this bitch me and my click coming through that's how we time ready fire 好 现在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在整个第一回合的观察哈我看柳雷是用前后步伐的这种跳动非常灵重的感觉来控制这个距离 但是要红坤不声不响的把这个距离控制的恰到好处 哎呀 我们知道太快选手单个动作质量是很高的 嗯 所以我们看柳雷 要红坤在找机会之后 我们的一个单击啊 其实对柳雷的整个进攻节奏还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破坏的作用 对的 这种观察一下这个要红坤是怎么做到的 对的 那么现在柳雷一直在使用一种 可能每一下并不太重 但是不断地进行这种动作输出 好 来打乱了 这下很重啊 是的 是的 柳雷还是在不太利用自己的步伐往前靠啊 来消耗你 哇 这个其实要红坤的每一次的单击啊 都是可以穿过柳雷的防守 啊 找这个空档打进去了 嗯 但是从这个态势上来说 柳雷还是比较主动的啊 在寻找这个近身这个出动作的机会 哦 杨红坤似乎在对柳雷的主机方面找到了一个优势 现在脸上Yaki就非常刺激的笑容 而且对柳雷不断进行不同角度的单击 柳雷呢 本身他打的就比较黏 啊 整个从第一局开始到后面一直是那么一个节奏 哦 不断往前拱着 然后一旦你要发动进攻的时候 他会适当地调整一下步伐 就把你这个劲给化解掉 然后再往前紧 好的 后手 看 杨红坤伦单击啊 呃 打得很准 但是明显还是对柳雷这种近身 他不再往前压迫还是有点这个 呃 不太适应 到目前为止 杨红坤也没有太多主动进攻 对 他一直是在防守 在在在大防犯 对 好多双坡换拳 呃 都有击中 好 杨红坤伦单击 上下交叉 好 杨红坤伦单击 每次的反应都是拳腿都有 哦 杨红坤伦单击 这个拳法太有传统力了 对的 虽然速度很小啊 但是还比较准 这个实际抓得很好 破坏掉柳雷这个前方的防守 两个拳刑 停毀了 体力了 还有 esper 这比赛 柳雷也算是其他对手 其实在泪台上看到柳雷这样谨慎呢 非常精准 大家已经想象不到柳雷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男孩子 后手啊,柳雷的后手还是攻击距离比较远啊,还是有效果的,而且我们看柳雷现在打后手跟DG不一样, 就是侧过去的,有点倾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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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